我是Ana老師 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人都有這樣的困擾 就是其實肚子不胖 可是腰就是直直的沒有線條 沒有關係我們今天就來想辦法 讓自己的小蠻腰慢慢的出現 好 首先跟我一樣打開你的雙腳 深深的吸氣讓我們的身體 往你的右邊方向延伸 稍微伸展一下 回到中間再一次往你的右邊延伸 好了伸展個幾下呢 大概6到7下之後我們可以換邊 兩邊都做一下伸展 讓你的側腰肌群稍微的溫暖一下 沒有問題的話我們要開始今天的運動囉 第一個動作我要請大家先到相撲式深蹲的位置 相撲式深蹲 兩腳的腳尖 膝蓋朝向你 斜前方45的地方 肚子收 臀部夾緊 記得你的肩膀一定要往上提 深深的吸氣把你的身體往下蹲 這個時候注意一下 我的臀部沒有往後翹 我是回在中間的位置 所以當你往上往下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身體是在同一條直線上面 把我們的雙手放在你的後腦槽的地方 深深的吸氣吐氣 把你的身體往你的右邊方向延伸 回到中間 有沒有發現我的身體都在中間 我的臀部都在中間 而且這個動作超好 它還可以練到你的下半身 我們順便練一下一舉兩得 吸氣吐氣 好 連續做6到8個 然後中間休息10秒的時間 然後再慢慢回到中間 這個動作非常的有感覺 來到第二個動作呢 第二個動作就是大家都知道 側腰的側棒式 好 要怎麼做呢 你的手肘一定要在肩膀的正下方 把你的兩腳 膝蓋伸直 肚子收 臀部加緊 肩膀往上提 這個時候我的側腰是有力的往上延伸 吸氣吐氣的時候 身體往上 把你的左手往上延伸 記得保持你的呼吸囉 如果你覺得沒有太多感覺 可以把你的手往上 腳一起往上抬高 停在這個位置 好 停了大概6到8秒 往下 直接回到中間 然後呢 要換邊做 第三個動作 我們來到 跪姿的地方 好 先把重心放在你的右腳上方 你的左腳 腳尖膝蓋點地 一樣 肚子收 臀部夾緊 肩膀往上提 好 這個時候把你的左手 輕輕地放在耳朵的後方 胸腔打開 它不是內瘦的 胸腔打開 腳尖用力的 有力的穩定 吸氣吐氣的時候 把你的手肘去碰你的膝蓋 回到中間 吸氣吐氣 用的是我們側腰肌群的力量 還有你身體的穩定度 再回到中間 再來一次吸 吐氣回到中間的時候 你的膝蓋 穩定 核心穩定 好 一樣連續做大概8到10個 然後我們休息要再換邊做 如果你想要讓自己長度高一點 可以做16到18個 中間休息10秒的時間 我們再做第二組跟第三組 分享一下就是平常 如果工作太累的話 你會怎麼在家裡自己運動 好啊好啊 我覺得 養成很劇烈的 或是很重的運動習慣 不是那麼簡單 但是一些 對身體好的小動作 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有椅子的話 有一些動作可以 跟大家分享我平常會做的 首先呢 很多工作不是都會久做嗎 然後我覺得這個拉筋的方法非常舒服 不但是可以把筋拉開很舒服 我個人覺得做的時候 還會覺得很療癒 首先呢 你就是把你的膝蓋打開 然後比肩膀再寬一些 然後呢 你就非常放鬆的 就是往下 把身體往下 然後你就會感覺到 大腿 的筋啊 被拉開 然後 我現在是有點怕頭髮亂掉吧 不然你應該把整個脖子都放得 很鬆很鬆 然後在這邊 可能做個 兩三個 深呼吸 然後再 再起來 我就覺得 頭也變輕了 然後 大腿啊 有時候坐太久 或站太久 這邊很緊的感覺 都會鬆開 就是第一個小動作 再來呢 唉 不好意思啊 我沒有要再坐下 被騙了 第一個小動作呢 是 比如說大家打電腦啊 滑手機啊 有沒有 其實腰啊 整個是很緊繃 或者是習慣拖腰這樣 所以 休息的其實這樣一個好方法 就是放鬆 然後把肩膀也放鬆 但是腰桿其實是直的 其實對我們的身體 反而是一個 最舒服的狀態 所以先把 腰桿打直 然後可以拉一下側腰啊 這些緊繃的肌肉 所以可以慢慢的往後 然後去 這隻手可以去摸到這邊的椅子 就讓他 因為有些人不常坐 可能會 晃來晃去 因為容易受傷 摸到這邊的椅子 可是不要太勉強喔 因為如果你想要 摸到這邊的話 有的時候 這邊會拉傷 對就是如果你沒有常常做這個動作 所以就是 不要 不要很勉強的 有碰到 然後停一下 然後換到另外一邊也是 有碰到 就感覺到這邊的這個 肌肉 緊繃的筋肉 被拉開了 也是會讓 腰啊 更舒服 第三個小動作呢 這次站起來是真的了 我把這個擺過去 這個要站起來做 因為女生不是穿高跟鞋啊 我們小腿後面的肌肉 常常會非常的緊 那你就可以找一個 也是有浮的椅子 不一定要是椅子啦 反正可以浮的就好了 然後你就把 譬如說現在我們先拉後腿 右腿 我們就把這個腿往後 可以大步一點 快一點 然後今天穿高跟鞋 不是很準確 其實穿平底鞋 才拉得到 你要記得喔 你輕輕的往下蹲的時候 然後腳也是 盡量不要太晚 就往下 左邊前面的膝蓋不要超過腳尖 然後後面的腳 要把腳板往下給踩 平貼地面 然後就往下 然後就會很明顯的感覺到 後面的那個小腿 當然大腿會拉到 但主要是小腿的 那邊的肌肉 會被拉開 這樣就可以 以防我們 平常穿太多高跟鞋啊 或站得太久 或固定某個姿勢太久 就不會抽筋了 這些小撇步分享給你 有沒有常覺得上班上了一上午 整個脖子好緊繃 頭也痛 手腕也痠 肩膀也覺得很痠痛 這個時候呢 就是要來伸展一下的時間啦 嗨 我是林可彤 今天呢就來跟大家分享 在辦公室就可以做的 非常舒服的伸展操 那要準備的東西呢 只要有一面牆 然後還有一條毛巾 就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完整了 其他呢 你把毛巾兩邊抓住 向上伸到最高 然後手稍稍的往左右拉開 就會覺得 你的腋下整個背 很舒服的伸展開來 然後這個時候 你可以讓自己的身體 向右倒 你的整個左邊的側腰 然後都會被伸展到 回到上方 把你的雙手 向下放 這個時候呢 你的整個後面肩胛筆 到肩膀很痠很痠的地方呢 就可以被 整個被伸展得很舒服 然後呢 接下來把你的毛巾 放在你的頭的上方 然後呢 往下 然後雙手給頭部一點點加壓 這個時候你會覺得你後面的頸部 非常非常的舒服 接下來呢 我們讓兩隻手呢 到我們的後方 然後呢 毛巾 手呢抓住毛巾的 上圓跟下圓 然後讓我們的 右手向上拉 然後左手向下拉 就可以很放鬆我們的 手臂啊 然後肩膀啊 都會覺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接下來呢 就是要來到牆面 然後呢 你要準備兩條毛巾 把它折成一個 像你的厚度 然後教大家做一個 非常舒服的放鬆的動作 因為我們很常 打手機啊 或是用電腦 都是一直往前 頭會往下看 往比較低的 所以其實你這邊會給你的 脖子很多很多的重量 會讓你的人變得很駝肺 很不舒服 所以呢 你就把兩個毛巾 折成像這樣的厚度 然後把它放在你的肩胛骨的 中間這個位置 一個厚度 讓你的人跟你的牆壁 有一個位置之後呢 讓你幫你的頭 向後放 這樣你就會覺得很舒服 放鬆你的這個地方 一直很緊繃 一直向下低頭的這個位置 在家裡的話呢 你就可以躺在瑜伽墊上做 然後也可以把這個毛巾 換成瑜伽磚 效果會更好 我們繼續來利用牆壁 來放鬆我們的手腕 因為很常打電啊 用滑鼠啊 這邊也會很痠 所以呢 我們就把兩隻手呢 向下 手指向下 然後身體稍微離開牆面一點 然後呢 向下壓 就會覺得你的手腕呢 是有放鬆到的 然後接下來呢 讓手指向上 然後一樣扶著牆 然後讓你的上半身 低下來跟地面是平行的 這個時候這個動作呢 就可以讓你的腋下整個被拉開 好啦 幾個動作希望大家把它記起來 然後在辦公室就可以做 然後稍微伸展一下 每天的精神就會變得很好 也不會駝背 突小腹 好 我是簡曼書 今天呢 我要來教大家幾個就是 如果在辦公室 久坐 然後發現自己的身材 越來越不好 怎麼樣做幾個簡單的 就是不管是伸展運動啊 還是其實你不一定要伸展 就是偷偷的做幾個就是 還可以強化就是核心的運動 就是 總之我現在要來告訴大家 第一個動作我們來練一下就是 就是覺得今天打字打了很久 然後背很痠 那我們要來做一點小巧的伸展 先坐挺之後呢 就是可以 這邊不要動太多 先從下半身稍微轉 如果你的那個扭轉的角度 可以更好的話 就是可以手稍微扶一下 然後就稍微拉一下 然後換邊一樣就是重� 可以重複幾次 但是要注意就是不要過度 過度也不好 再來就是一樣 打電腦當中或是寫東西寫得很久 就覺得欸 肚子就是漸漸的越來越鬆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練習 頭抬腳 就是左字也不會看到你 如果說會被鎖子擋到的話 那你就是當然可以往後推一點 然後練習 從這邊 想像我的肌肉在運動 然後他腳抬起來 如果可以的話 另外一腳 抬起來 最後呢 手可以就是稍微扶在椅子上 然後變成兩腳一起抬 然後練習就是還可以 臉不紅氣不喘 就是跟旁邊的同事聊天 感覺自己沒有在變 然後其實 久了之後 就會發現 嗯 沒力了 還是不要亂聊天好了 不然你會呼吸不順暢 再來呢就是 欸 發現四下午了 辦公室沒有人了 就覺得嗯 肩頂應該是有點痠痛 背也不舒服 好 男同事都不在了 我們這時候就可以站起來 把椅背稍微轉一下 然後就是透過就是扶著椅背 然後放鬆你的肺部 也可以用這個椅背這邊頂著自己的那個 不是壓在肚子上 就是它會在骨盆這個位置 就是做一點放鬆 可能就會睡著 就是 幾個動作分享 幾個動作分享